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微信双向互删的新功能 很多人都希望能尽快上线 在微博投票中 其中就有近60%的人都投票选择了这个功能 有个网友评论说 等新功能出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放下你了 你的微信一定有着这样一个人 你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你就是舍不得删掉他 你还是经常会想起他 有意无意地打开他的对话框 看着你们从前的聊天记录 你有好多话想和他说 编辑好有意删掉 把想说的话留在深深的夜里 因为你大概知道 你已经不是对方好友了 就算你在朋友圈上表现得有多岁月静好 但是一听到他的消息 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尊和高冷 就又瞬间崩塌了 你会通过朋友了解他现在的情况 多亏他别的社交软件 可你终归没有机会告诉他 我想你了 因为你知道 你们之间早已隔着一整个银河 直到你在其他朋友那里 得知他有了新欢 那一瞬间也终于明白 你们再也不可能了 你终于鼓足勇气 把这个不再是微信好友的人删掉 在删掉他的那个晚上 已失眠了 脑海里是你们过去的种种回忆 才明白 原来删掉喜欢的人 会这么痛 相爱一场 最后到了护山的地步 这种心疼 我深有体会 和前任分手那天 我笑着和他说 你走吧 他果真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 崩溃大哭 他分手的理由是 累了 累了 当时追我的时候 为什么不觉得累呢 刚在一起的那会儿 他会为了给我安全感 每天无论我做什么 都陪着我 微信秒回 电话秒接 备忘录是我的各种喜好 甚至我的生理期 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跟我告白那天 他说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但是分手那天 他却说 他累了 永远到底有多远呢 曾经说了永远的人 却是最先逃跑的人 决定彻底放下这段感情那天 我给前任发微信 提醒我的 是请求添加对方好友的提示 那一瞬间 我彻底明白了 说分手的那个人 真的可以投也不回 那就这样吧 然后我把他 从我的好友列表删掉 一个人爱你是真的 不爱了 也是真的 当初有多信誓旦旦 只死不渝 现在就有多迅速离场 爱到最后 我们连微信好友都不是 曾经有这样一句话 海底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后来才发现 海底月捞不起 心上人不可及 是啊 都是爱过失去过才知道 爱而不得才是常态 感情就是如此 陪你醉酒的人 注定无法送你回家 感情也许就是这么残忍 但是不是一路人 强求也无用 曾经有人问我 如果分手了 会不会还留着前任的微信 我说 不会 那人问我 是因为不爱了吗 我说 正因为曾经很用力地爱过 所以再也不会留着这个人的微信了 因为我怕想起他 怕自己喝醉酒以后 在朋友圈里矫情 更害怕带着遗憾回想起曾经 我想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或许都藏着这样一个人吧 那个人 那个人是你爱过 努力过 挣扎过 最后 却没能走到一起的人 有时候 你甚至会想 如果当初没有放弃 现在的我们 会怎么样 是不是 还像过去一样 有说有笑 手牵手地 穿越人群 是不是 还能像当初说好的那样 我寻你一生 你照顾我一辈子 可惜的是 我再也没有机会 奋不顾身地去找你 再也没有理由 在深夜的时候 打扰你 不打扰 不再见 不回头 不想念 是我对你 最后的温柔 这就是今晚 我们想和大家 分享到的内容 更多美闻 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 也期待着 在下一个未免的深夜里 和各位的 再次相会 晚安 亲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